这一道道话开的不只是大S和汪小飞感情更激起了全民对床垫的好奇 其实台股上市加速高达968家 里面真的有一档床垫概念股床的世界 更令人惊奇的是 2021年毛利率高达63.93% 超车护国神山台积电的51.6% 卖床垫可说是躺着赚 因为以这一款近60万元最受欢迎的款式来说 光是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张 因而就破了2亿元 靠着一张床垫一整年下来卖破1.8万张 营收破8亿元大关 因为床垫算是高毛利产品 从5岁到100岁都有需求 西看价格从万元到百万元都有 等于评价到金字塔顶端客群通通报办 所以可能卖一个床可能人家30年以后才有可能再换一张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说那种景气会很好 两三年前买的那时候是35我买35块 所以不错啊 它今年是41左右吧 身为唯一一档床垫概念股 24号股价也没让人失望 大涨2.08%收在41.8元 而整体大盘由于美国释出降息讯号 以及年底企业作涨 指数开高走高 中厂大涨175点 收在14784点 尤其电子股表现亮眼 联发科涨23元 台积电中厂涨4元 收在496元 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国际基金来买台积电这个地方 使得台积电这个地方 应该有机会挑战500块钱之上 只要台积电这个地方继续涨 它不要跌 其实台股要挑战万物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现阶段专家还是建议选股不选市 因为指数上涨空间有限 而个股还是有反弹空间 东森才能新闻 刘子彤林浩宇台北报导 决战九合一科技开票 看东森全台22线市千人开票 VR AR 5G数位技术导入 最关键现实票数 精准续注最深入 下午两天起 黄武华刘宝洁 吴宇书陈吟 带你掌握选战最关键时刻 11月26号锁定东森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